高一大附设医院庆祝创院60周年 特别安排写有病的庇佑 骑着铁马送餐给社区长辈 院方表示写有病友受到社会的照顾 如今也以感恩回馈的心来关怀长辈 三民区冥乡里平时都由志工来送餐 很感谢这一次有病友给长辈更多关怀 送我们的铁骑志工啊 耶 写有病友骑着铁马顶着耀眼的阳光 从高一出发 几分钟之后就到三民区冥乡里 将便当和水果礼盒分送给社区的独居长辈 参加这一次送餐的张同学 从小就知道自己有铁骑有病 不过在医院的照顾之下 还是可以安心地参加这一次的活动 高一则庆祝创院60周年 邀请铁骑有病友走出户外 展现回馈社会的能力 只要适当地给他们预防性的铁骑因子的照顾 他们就可以像正常人一样 在外面去活动 那以前都是医院的人 爸爸妈妈照顾他们 他们长大 他们也想能够回馈这个社会 怎么厉害 他已经年纪那么大 还可以自己做志工 我们就还是普普通通的过一生 看到这么多人来到家里送爱心便当 华妈妈好高兴 其实83岁的她 平时就在社区当志工送便当 里长也成立志工队关怀弱势家庭 这一次很感谢院方和病友的热情付出 现在只剩下一个 每天一定那个准时要送 我要骑这个车子 这些年轻的朋友 哇 展现爱心 早上非常忙碌 但是我们收获满满 特别谢谢 其实我们社区对这个长辈也好 特别是独居跟弱势的长辈 我们平常都持续有在做关怀 邪有病友不为身体疾病勇敢走出来 在先进医疗的照顾之下 和一般人一样生活 也懂得回馈社会 骑着铁马将这份爱送给社区长辈 港东新闻李正道赖昌邦 采访报道 我们的天性 我看下来